大家都沒有意見 來 我們這個部長 主任官 主任各位當務各位兄弟 大家好 是第四部長區 第四部長區部長李賢之 我這邊想請問一下主任官這邊 這次的主任 部主任的領選 完之後為什麼 臺道中心這些幹部選擇切決桌 是不是 好像在百元地區上 的東西都沒有 而且還現行先請我們的 律書 趕快提交到指揮部這邊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 如果沒有這個地區的百元地區的話 是不是盡量不要減少 那個原諾班跟 律書的這些工作量 以上發到謝謝 謝謝我們主導 這個我們 我們要請指揮部到時候 我們在 那個有沒有懷疑預計 我們請指揮部這邊在 等下有重說明 各位還有什麼意見沒有 我們督導 主席指揮官 各位 衛兵各位 同志大家好 我是 例如督導區 督導園城市 我有個建議 就是我們 在 我是讓我說 我們幹部的領選 應該是 慢慢交給下一代 就是一直在找說 像我們這種年輕 告訴我們 五十幾歲 跟我們幾年 就要拿去 這個 這個問題 有新的人 進來 我們就是 盡量會有的話 就是 在新人當中 找一些年輕的 在 其他的幾年之中 表現良好 叫他慢慢的提升上來 不是 將一些老的一直往上再推 新的幹部都沒有表現的機會 沒有出的機會 啊 這樣子都是 就是 在老 算老 比較資深一些的幹部 在出席一些活動 新的幹部就比較有機會出來 出來 參加一些活動 記得我 我加入這個組織也已經三十幾年了 以前 我記得剛加入這個組織的時候 一年三大會 都是 郭大會報 新春年齡還有一個運動會 現在 新春年齡 因為 新會的關係 所以 參加的人也已經少了 運動會也已經 沒有辦了 我是覺得 我們應該告訴新的 補導員 一個重要的觀念 郭大會報 就是我們組織 一年一度的 最重要的 會議 請他們盡可能的出席 好 謝謝各位 好 謝謝我們總部長 你的意見我知道了 因為我四年主任任內 因為我們中心現在 就三次組織會報 一次郭大會報 就四次 因為組織會報 就我們要通知 我們的 輔導員 在我們的經會上 許可的話 所以每次的組織會報 連著上我們 我們都是全員通知 包括我們 輔導員都通知 請他們過來開會 有的 輔導員 因為可能 時間上 來不及 所以其實出席率也不是很好 不過我們組長 以上幹部都出席率很高的 所以針對這個問題 我們請 我們今天做新的主任 應該也是要照這樣辦理 每次的組織會報 就是所有的輔導員都通知 我們一年只有四次會而已 大家出來見個面吃個飯 交接一些事項 這是很簡單的事情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 就中心照 以後就照這個方向去辦 感謝我們的成都黨 謝謝 那後面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都沒有啊 都沒有我們就 都沒有什麼 像是發問題簡單 像是發問題簡單 謝謝 大家 謝謝 主 são 我們